好想放假啊 欸我剛剛砸了一下現在的機票 日本竟然要兩萬多塊 好可怕 怎麼敢去啊 那我們就學別的YouTuber 飛鏢地圖啊 致敬致敬 好接下來我們的飛鏢地圖已經就位 接下來地標在手 希望無窮 色到哪 我們就直接出發去哪 有點緊張 台南北門 Let's go 欸我覺得這個吉祥物很可愛啊 四目一小子 大家怎麼會在網路上票選它是 就是很不錯啊 演示給大家看 還OK吧 我們現在人來到了台南的北門 大南人一言寄出四馬難追 真的飛鏢地圖射到哪 就必須到哪 我們今天預計的騎車里程大約是三十公里 在這三十公里的訓練路程當中 我們就一路走走看看 帶大家來看一下台南附近有什麼景點 然後我們順便用騎車的方式來 維持我們的訓練感 我們剛剛騎過來才發現 它這邊就一路都是有自行車路線耶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邊是 鎮亞咖瓦盤淹 那我剛剛看一下這邊的介紹 它是寫說 這邊跟西班部淹田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都是用瓦盤 所以看起來跟其他淹田是很大不一樣 那不然我們今天改變一下策略好了 我們就都沿著自己車道騎好了 這樣應該稍微比較有方向性一點 好 我們繼續往下騎 好好吃喔 這沿得不錯 白癡喔 白癡喔 那台南不要只會吃什麼牛肉台南省的藝民好不好 要吃就吃獨特的魚種 沙巴虎 我要吃什麼 來看 拭目以小提 快可愛的 挺好吃的耶 今天我們是收到了交通部光局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邀約 特別來到了台南 參加台南自行車漫遊的行程 我們要去台南濱海自行車漫遊行程 其實沿途有非常多像這樣的告示牌 以及地上的這些藍色標線 OK 我們先沿著細岩走吧 大家都說這裡是王美經典 我就來去看一下到底有多美 這邊其實是七谷鹽田 在後面有一座鹽山 然後以前在日式時代這邊是六號的產鹽處 所以它現在就把這個地方叫六號小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这一站来到了台湾的最西边 有没有看我身后 也就是国胜港灯塔 其实大家平常在骑车 不管是重机或单车 都很喜欢追最北或最南 像北高双塔 这两场比赛可能都是最北的灯塔 其他最南的灯塔 那我们现在人就位在台湾最西侧的地方 那这边后面大家平常可以从前面的单车到骑来之外 而且竟然在下面还有一个台湾最西边 就是极西极西游桶 台湾最西边极气希望的一个游桶 所以它是真的可以记信的 大家如果真的有来这边 可以把你的信件从这边记出到台湾的各个角落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差不多都在这边告一段落啦 我就准备骑回台北了 不然到台北都已经晚上了 我这里叫梁多瑞 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冲啊 回台北 中文字幕志愿者 utmost